线上的自家人晚上好 来我看到线上的像POTI、智昌、黄群胜 神社其次、有美香老师会员大家晚安 好 那我们今天尽快录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2月8号是下周是我们台湾的智慧能源展 那跟美国的关税呢也刚好是同一天 所以下一周的行情呢 这个太阳能的相关个股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那通膨逻辑呢 传场股接棒的一个看法 包括这个行情的一个区间震荡 大概整理到什么时候 一定要随老师节目哦 谢谢 好 这个线上的投资票晚安哦 来 那我们今天大概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行情的看法 老师今天大概看了一整天的一个国内外重要的一个相关的资讯哦 那原则上看法跟上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那我就跟大家更新一些重要的一些讯息 那联主会目前市场上有预期可能会加速收这个资金哦 那比特币在今天哦 假日还是有交易的哦 一天大概暴跌了大概两成左右 那这个影响大概看法如何待会跟大家讲哦 那债务上限事情呢 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哦 那包括接下来的操作 你可能交易的比重会高于投资的比重哦 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待会来跟大家讲哦 所以我认为行情会做震荡 下周营收到公告 那联存会的会议的时间点哦 大概这个时间会是一个区间震荡 那我认为震荡是一个布局买股票的机会哦 究竟为什么 那我待会来跟大家分享 那一开始先上这个警语哦 老师是投顾节目 我一定会跟你分析预告一些方向跟个股 所以呢 我们分析不是推荐个股哦 好不好 不要看节目去跟单 好 那先跟大家讲国际股市行情 这个是重复的东西 10月初我告诉大家 心里面在恐惧搭配技术面 它是一个买点 所以10月初 美国股市的这个地方 我告诉大家是波段的买点 一直涨到了11月6号这个位置 我告诉大家 从心里面 原先的恐惧来到了贪婪 这个贪婪指数来到了85这个地方 我告诉大家 我认为行情会进入震荡 所以在这里 当时我们讲了一些股票 包括国外的一些股票 我们都有建议会员朋友怎么样 稍微去做个减码跟挺力的动作 那你回头去看那些股票 如果那个时候有挺力跟现在差多少 所以你看到这个其实 我都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恐惧跟贪婪的心理 在接下来的操作会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待会数据来跟大家讲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 11月初这里 讲完之后开始做个整理 那我告诉大家 我看法是高档震荡 一直到了 11月24号 我告诉大家 看法仍然是一个区间的相形 那一直到了有疫情的一个爆发 那在这里有破坏的技术面 我告诉观众朋友 从震荡盘 我看法是会转成一个修正 修正看法 我告诉大家 应该会跟2月份当时一样 跟2月份的震荡一样 我认为标普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回测 大概会像2月份这里一样 稍微回测一下 所以我认为有机会来到4500点 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 我告诉大家的 周二一样告诉你持续的修正 那真的回测4500点了 那我认为短期的修正也满足了 应该会走一个主底的态势 所以周五的美股也是震荡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纳斯达克跌的比较重 大概跌的快2%左右 有创最近的一个低点 那标普500一样有来回测4500点 但是你会看到道琼的部分 大概只有小跌63点 所以这个逻辑慢慢走向我讲的传统产业 美国股票市场也有这个现象 所以我看法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震荡的主底 震荡主底的态势 这个是美国的纽克钢铁 这是走传统产业 美股在周五拉回的时候 你看钢铁股 开始慢慢的连二涨 所以目前市场上 开始王老师跟你讲的这个通膨的逻辑 在这个方向去走了 OK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美股周五会下跌 当然就是这个就业数据不好 就业数据不好 原先是预期53.6万人 那实际开出来的数字只有23.5万的 所以这个就业的一个数据 美国经济景气的复苏的这条道路 并不是很顺遂 那我想我上周六就透过一些商品 来告诉投资朋友 这上礼拜六的画面 我告诉大家什么 从铜价跟油价 告诉我们这个疫情市场上预期会影响到什么 景气的复苏 所以目前你看到这样的现象 包括什么 这个是IRNF总裁提到 这个病毒可能会影响全球的复苏 因为这是一个心里面 虽然复苏会持续 但是会失去一些动能 那目前包括全球的央行都在 对抗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 所以观众朋友 这个疫情是不是如同老师讲的 不管是一些晶片或者是供应链的问题 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一个景气的复苏 所以这个问题持续的发生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通货膨胀的一个状况 是有机会稍微好转的 因为油价已经跌回到9月份的水准了 再来从万海的法术会提到 他们看到什么 塞港的问题已经慢慢趋缓 所以油价跟运价都有慢慢开始往下走的趋势 那接下来重要就是供应链的问题 这个财政部长 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提到 就是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可能会持续造成这个缺货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然只要缺货的话 东西做不出来 那就会面临到涨价的问题 那相对上有些的电子股 营收可能就会面临到一些问题 当然这个疫情目前全球没有在做一个封城的措施 只有旅游的管制 所以目前还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 但是投资朋友我们目前台湾大概会有这样的问题 什么其实缺工的问题是全球都缺的 台湾目前也缺乏找不到劳工 那我们台积电去日本设厂 日本也缺工 台积电去高雄设厂 其实现在也有缺工的问题 所以缺工是全球都发生的事情 所以没有工人就会有这个供应链的问题 那当然缺货涨价这个东西 它就会持续 所以这个东西 如同老师告诉你的 不管是美国也有这个问题 英国也有缺工的问题 然后我也告诉大家 通货膨胀它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我认为不至于会有很高的通膨 为什么呢?你看 先前大家跟大家分析这个通货膨胀事情的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大家 碳中和会让成本变高 钢价会变高 然后你看这个很多的能源不太够 所以面临到涨价的问题 所以只要做碳中和 这个通膨它就会持续 那通膨能够持续的话 就是我告诉你的 这个对于多头会有帮助 所以这是比较复杂的 我希望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老师在上礼拜六告诉你的通膨 有兴趣看我上周的节目 那我就告诉大家 通膨它是支撑多头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逻辑 为什么?你要去注意涨价 因为通缩比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还要可怕 那我认为说这个行情你不用太过于担心的原因 还有如果造成通缩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消息 美国人过去的消费行为都是有多少花多少 甚至用信用卡去消费 那我是最近的这个新闻 你可以看到 从我之前大概 七八月时候有跟大家讲过 美国的储蓄率攀高 那最新的消息这里写到美国的储蓄率 冲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新高 有1.6兆美元的超额储蓄 所以这个储蓄当然潜在的就是消费的力量 当然这些钱也有些流到股市去 但是投资朋友这里过度储蓄有什么影响 这个是经济学的东西 我告诉大家 通货膨胀 会支撑多头继续涨 那个对股市有利 那你可以看的到这里 如果人们都不肯花钱 把钱存在银行 都是没有 那这个会阻碍经济的扩张 这个就会慢慢走向通缩 所以这个超额储蓄当然会跟疫情 大家没有出去消费有些关系 所以接下来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这个我们要去做点观察 但是储蓄率 超额储蓄金额这么高 有些钱也流到股市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接下来行情 你也暂时不用这么担心的一个原因 然后债务上限的事情 我们从11月中跟大家讲 然后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 众议院通过之后 到参议院也已经通过了 那会延长到一个短期的支出法案 到明年的2月 我记得到2月18号的样子 这里有写2月18号 所以债务上限事情也 如同我在周四跟你讲的应该没什么事情 那也真的通过了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干扰的事情 所以超额储蓄 这个钱很多 美国人的钱很多 所以消费的方面 跟投资方面的资金 我倒认为不是一个大问题 那现在市场上 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个 我觉得不是说担心的 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这个 就是鲍尔连任之后 然后态度有转向 比如说鷹派 打算可能会加速 缩减QE 然后可能在明年会升息 那大家市场上有这个预期 然后媒体也报导 可能在12月 这个月12月中的会议 可能就会有定出这样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其他联组会的官员大概都支持 可能在明年3月 就是在3个月内就把 QE把它缩减完毕 那会不会在12月中公告这个 所以目前市场上 有点在观望这个事情 所以行情它还是比较偏向震荡的 好在12月16号这个地方我们台北的时间 那所以市场上有这个收支金的预期 所以你看到比特币在今天 周六还是有交易的 大概盘中有跌的大概两成左右吧 那目前大概跌16-17%左右 这今年的起上点大概在3300附近 目前已经跌盘中最低有到42,000 然后又回升到47,000 48,000这个地方 所以市场上目前有开始对于收支金的一个预期 那当然比特币的跌也跟通膨的预期下降有关系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坏事情 但是你的操作的一个思考逻辑 就像老师告诉你的 你可能交易的比重要比投资比重高 就是这里仍然是我上次告诉你的 就是你要做一些进跟粗的动作 这里你要说要布局波段的话 投资朋友那最好还是等到行情有个明显的重挫 比如说像10月的重挫 或8月的重挫 那有些部位你可以买的放比较长 放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状况 有收支金的预期 所以你在操作股票上面 要做一些进跟粗的动作 但是方向中长期 中长期还是向上的 中长期还是向上的 尤其你要走这个通膨的一个思维 通膨的一个思维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疫情的 我们跟大家讲重点就两个 一个是致死率跟保护力 那目前感染人数急速的攀升 但是目前几乎是没有通报有任何 因为感染这个之后的死亡 所以症状也比较轻微 所以致死率目前走向是比较偏低的 但是我们不是疫情专家 目前还不是很知道 那疫苗保护力也暂时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个不确定的因素之下呢 我认为行情就是走整理 但是我认为这个回撤的低点 差不多已经做个短期的交代 那可能在这个地方上下震荡 那你要去注意个股转强的买点 周四的看法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台湾相对比较乐观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疫情控制的很好 所以全球的资金有开始就是 往台湾这边走 我们的汇率相对强势 美元虽然卢老师预期有强升 但台币一样跟着升值 那这个代表钱都是进来台湾的 那我们整个本土的疫情还是持续的加零 今天的下午指挥中心传出来的数据也是一样 本土还是持续的维持加零 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台股有机会 相对国际股市有更多的很好表现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新的恐惧贪婪指数 我也告诉大家 来到恐惧的地方 周四是23 那今天是降到20左右 其实很少跌破20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台子期的夜盘大概是 大概下跌几十点 八十几点 所以我认为下周一的开低 我的看法还是跟这个周四一样 有些股票你可以开始找机会去买进跟布局 那你方向的逻辑 你还是要稍微往传统方向 传统产业传产的逻辑去走 因为美股现在也开始这样 科技股开始在补跌了 那换道琼整个传产类股比较强 纽克钢铁也比较强 这个就是在通膨的逻辑 那为什么通膨会持续 通膨对于股市为什么有利 我周六跟刚刚都大概跟你做个补充 那通膨也会让这个 美国的这些的超额储蓄的钱 因为他这边有提到 美国的低利率大概零利率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所以通货膨胀加上利率又这么低 资金势必会往股市走 所以这个你不用看的太悲观 那目前台股又环境上又相对有利 那我们看一下国内的一个行情的一个筹码面 目前在上周五 选择权的水位继续上升 来到1.33跟整个全部月还是维持一个黄金交叉状态 那期货的部位大概有没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看法上就是走区间震荡 会稍微震荡 但是震荡我认为 投资朋友 你可以找一些个股切入的机会 那这个震荡整理大概会到什么时候呢 这是今天周六嘛 下个礼拜6号到10号 陆续会公告很多的营收 那我已经告诉你电子股有缺货 这个长短料的问题 有些电子股的公司营收出来 你看到有很明显的月减 有些公司已经有这种现象了 所以我认为 下周你要买股票稍微小心一点 最好营收已经公告了股票 那如果营收已经公告了 那假设是月减的 一些还不错的电子趋势股 那有可能有这个下跌利空出境的买点 所以下礼拜会面临到营收公告 所以操作上你还是稍微谨慎一点点 最好等营收已经有公告的公司 你想要去买进 或是你想要加码 最好等到营收公告 那再来我跟大家讲的是 因为市场上已经有预期 这一次联准会大概在16号这一天 可能会宣布加速缩减QE 然后对于升息明年可能会要升几次 这个东西最好越明确越好 所以这一个多礼拜可能就是上下的震荡 但我认为台股会相对抗跌 那有些股票会有些操作机会 那联准会这个会议之后呢 如果你有看老师周四的影片 我都已经跟大家讲 我认为12月中之后的行情会不错 12月底之前就有机会创高了 所以你要趁这一个多礼拜的 一个不确定的震荡 营收公告的利空 然后你要有机会去布局一些股票 因为为什么 因为第四季到明年一月份 就是对股市很有利的环境 那市场上有些预期有些钱在测了 所以越不确定的时候股票会震荡 会有压抑的机会 那你有些趋势股 你就有进场上车的机会 那我认为12月底 是有机会台股就创高了 所以我行情规划 我已经跟你讲很清楚 这一两个礼拜 会比较偏向震荡 但是这一个联准会会议之后 不确定一解除 那行情可能就在下半个月 会有比较明显的 不管是法人的作帐 集团的作帐 这个行情下半个月是你可以好好把握 但是这两个礼拜 投资朋友 那你要稍微谨慎 不要去乱操作 最好跟着我们有数据依据的方式 然后呢 做一些产业趋势股 所以这是老师对于这个月行情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有个股问题 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老师的line 老师的ID是小老鼠H&T 洗扫描标签 或透过填表来电询问都可以 询问录会或透过个股的询问都可以 透过表单或加line询问 影片下方点标题就有表单的连结了 那资料正确做填写 然后呢 你电话要保持畅通哦 OK 那第一次收看节目的投资朋友 youtube搜寻 然后帮我订阅开小铃铛 好 所以呢 我老师2346晚上会做直播 新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影片 老师节目尽量用大数据来跟大家分析方向 2021年今年2月份 这个行情从我们数据面来看 形成黄金交叉之后结构不错 你可以继续做 增加绩效 2月涨到4月份 行情不错 老师股票讲的比较多 而且我的节目是比较中长期跟你讲一个 产业趋势股 就像2月份行情好转 我告诉大家 紧缩 ABF载版 3DIC 三档股票 紧缩新兴南店 我分析之后告诉投资朋友 紧缩股价相对便宜 这一趟短线 5月份这里 拉回之后 这里转墙 再跟大家讲紧缩 所以我节目是长期讲 产业趋势股 所以很多人看老师节目 可能会认为说 我好像讲很多都是重复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是看好锁定范围 而且我尽量在行情指稳的时候 来跟大家讲 就像8月24号这里告诉你 率先大盘转墙的股票紧缩 当时在185这附近 10月份这里的紧缩 行情也稍微直稳 我告诉大家要做季线以上 筹码面有嘎空的股票 当时的紧缩200块钱 我们当时也有操作 Cotion也已经提供过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老师在今年的2月份 包括5月份 8月份 10月份 我尽量在转折点跟你讲股票 而且是长期追踪 同样类型的股票 最近提醒大家 紧缩在哪里 11月16号 我告诉投资朋友 这张股票过去的惯性 这里创高 是量价背离 它会像这个7月份这里一样 进行一个整理 过去惯性都会回来季线 所以这里我告诉你 有紧缩的 你可以不用急 你可以回来季线要买再买 到了周四我跟你讲可以买了 对不对 周五紧缩不是大涨 那一样用紧缩这张股票告诉你 接下来你要操作的个股 你要去注意 有没有突破 上个星期四 那个长黑K 上个星期五 那个长黑K 高点的股票 你可以去看一下 紧缩差一点突破了 但是收盘是站上去最近的高点 这个都是趋势股 不会有改变的 周四老师都讲了 好那最近的行情的提醒在什么时候 11月18号 这里又再度出现背离 来指数连涨两天 多方股票数量下滑 所以当时我带会员解码了股票 解码什么呢 我当时跟你讲行情会在万八要冲关之前 会震荡跟停顿 但是你方向还是要做多 我跟大家提醒你可以把资金分成两笔做进场 所以我是有提醒投资朋友 用讯号提醒你 对不对 那当时元金我们是有先预告的 有买回第二笔的操作 这里买的 然后涨上来 对不对 18号因为有那个背离讯号 那刚好他开低有卖压 我们小赚先出场 所以我按照那个讯号有解码 然后太阳人的元金第一次操作在11月初 扣讯在这里 我们有卖出的扣讯 都是做价差为主 因为目前的行情 就如同这个图表一样 始终都是空头股票数量比多头股票数量多 所以操作方面你会发现到 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容易 没有这么容易 大概都涨特定的中小型股为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元金碟就是因为这个 太阳人的关税的事情 就是美国可能要取消对于大陆的这个 反紧销关税的一个措施 好 那这个 美国有可能会延长继续要对他课税 什么时候会知道 来这个日期12月8号 那12月8号是不是老师告诉你的 刚好是12月8号到12月10号 又是我们台湾的智慧能源涨 所以下一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行情 题材方面 应该还是会在太阳能 你可以特别关注 那星期五其实就有这样的反应了 11月20号周六节目 我告诉大家 我当时跟大家报告说 只是万八之前的一个关钱震荡 震荡后我认为会在网上 那我告诉大家 依照我们大数据的回撤 过万八之后会比较涨的 会比较强势的股票 一定是率先过高的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元金他在这里有先突破7月份的高点 大盘7月见高点嘛 那领先站上7月高点的股票 就是你要去注意的 那元金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后面涨上来连续连三涨嘛 然后遇到疫情又打回来 那我也跟大家报告 第二档这个太阳能就有机会是帽迪 他有比较独特的技术 高效能模组这个转换率大概有来到25% 这太阳能里面比较新的技术 所以我认为元金 跟特斯拉合作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一个帽迪 他的技术有比较独特领先 所以台湾的太阳能 我相对上觉得这两只比较有机会 好那这是11月25号跟大家讲的帽迪 来投信开始进场 然后最近的跌我告诉他一次因为这个利空嘛 有一个太阳能的公司 国内太阳能公司 申请破产 那我在周四也讲了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买点的机会 透过利空测试是买点的机会 其实你看到有些业者退出 那相对大者会很大 像帽迪或元金这个都是 反而是有利的 好不好 所以我这个跟大家讲来 这个是上升趋势先 这周四节目 区间下缘 我一样是告诉大家 有利空测试是买点 那元金完成私募 国发基金有入股 周四告诉你的 然后这个是太阳能的这个智慧能源周 在下个礼拜 12月8号到12月10号 所以下周的太阳能是一个 你可以优先关注的 那我想太阳能是趋势 大家应该也不会否认啊 这就是趋势股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在意他短线的 投资朋友 那我认为他反正 就是偏多操作的思维 这是元金 筹码面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元金 来 这个周五一度有工上涨停板 后来都拉这个上一线 当冲的张数真的比较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投资朋友 这么喜欢玩当冲 来自外资开始进来买进 那筹码面相对上蛮稳定的 融丝这段时间有减 所以看法上他已经站为月线了 那你也要去注意 他有符合老师告诉你的 上个礼拜五那个长黑的高点 是有被突破的股票 而且他又是领先大盘有站上7月的股票 所以他一定是强势股 一定是你要关注的股票 那我也告诉大家了 国发基金 入股他 台湾确实需要发展这个太阳冷 所以将来比较国家的一些标案 元金可能有机会拿到比较多 所以我看法都跟你讲 行情震荡你看到这样的股票 相对上是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茂迪的部分 上周五也是这个 当冲的人蛮多的 开高 然后最后是收低 虽然他也是收涨的 他投信开始继续买 所以看法上是这样 他是取得趋势的股票 那目前 市场上的投资人都偏短线 都做当冲区多 所以投资朋友 你买股票原则我都有告诉你了 一点过后再来考虑 去买这些股票 好不好我周四也没有要你去追 我跟大家讲这个产业 我帮大家追踪 持续看好 那你要走这个全球的一个政策的股票 就像美国通过这个两兆美元的这个重建美好 然后跟这个干净人员的 就是要做这个气候变迁计划的 这个都是太阳能 会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所以美国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 台湾目前面临到什么问题 你要特别去注意 我们目前的这个核能发电厂 核二核三其实已经快要除役了 这里可以看到2023年3月14号 这个运转执照就会到期 核三厂两个机组分别在2024年25年 运转的执照也要到期了 那我们不是 国家抛出什么非核家园吗 对不对 那要怎么非核 有它的难度好不好 核能发电会有产生核废料 但是至少核能发电 它不会产生空气污染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因为现在全球 又要发展电动车 又需要电力 我们台湾台积电建厂 三奈米五奈米 这都非常耗电 对不对 老师朋友 所以其实很多国家又开始重启核电 中国要盖150座核反应乳 然后原本的法国跟英国 也要开始怎么样 继续盖核电厂 为什么 因为要达到碳中和 核能不会产生二氧化碳 但是会有核废料处理的问题 所以台湾目前这个东西还在 还在炒说要什么天然气 还是要怎么样的 所以无论如何投资朋友 那太阳能是一定要发展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一个就是你接下来 你要特别去注意的 一个趋势的方向 好我跟你讲就是方向 那台湾目前缺电的问题 是很严重的 好不好所以太阳能 你一定要特别关注 再来我们讲 有做减码的股票 像miniLD的负财 好一样在这里 跟大家讲的 我们这个地方有做减码 的动作减码三分之一 11号 后来又买回来 然后在11月18号 又有那个贝离讯号 所以冲上来我们也有减码 扣讯在这里 好不是我们要做短线 第一点是目前的行情 就如同老师刚刚告诉你的 接下来的交易 会比投资的比重还要更高 所谓的交易就是要做一些 进跟出的动作 投资就是买进跟持有 buy and hold 那现在投资朋友 行情的结构比就没有那么稳定 比就缺乏一个大的主流带动 加上台股量又是缩的 只会走轮动的模式 所以你在这里的操作方面 我觉得有难度 你尽量跟着我们做产业趋势 那做一点进出的加减码 这是老师要告诉你的 那友达持续的加码负载投共 成本在74块多 所以这股票 中长线趋势是看好的 但是你看大股东要买股票 他也是用低接的 那更何况这股票在行情股灾的时候 60块70块 我其实都是告诉大家 净值73块钱以下的负财 我都是建议站在买方的 因为这就会走一个趋势 再来今天跟大家讲一个 比较新的话题 当然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元宇宙 对不对 那苹果联手台积有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什么样新的技术呢 这个地表最强的分析师 郭大分析师讲嘛 要发展这个叫做MicroLED 以前都叫MicroLED 那要发展一个MicroLED 就是显示器更高的 因为你现在元宇宙那个VR 它需要比较高的一个显示 好那你可以看到 一片12寸的晶圆可以切割到 100片就是苹果所需要的这个面板 那如果真的达到苹果它需要的量来讲的话 那大概会需要一座晶圆厂的量 所以为什么 苹果会跟台积电讲说 它将来会需要很多的28奈米的产能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 就是扩充了28奈米的产能 那目前市场上指向的方向就是这个 就是所谓的VR这个 MicroLED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个话题 老师朋友没有那么快 因为MicroLED 都还没那么快 那你更何况来到这个MicroLED 有点饶舌 所以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趋势 这个趋势MicroLED miniLED一定是前面要先发展的 才会到MicroLED 所以这个都中长线的趋势 这都中长线的趋势 所以这个 都是趋势的股票 好吗?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11月9号告诉你的中美金跟富财 轮动会在涨的 我先预告的 我有买的 中美金会员朋友18级买的 然后呢 这个是 11月22号礼拜一 这个我们续报 当时我都还没有去卖这个股票 因为我认为会续涨 到周三这里报大量这里 我做减码 216以上减码 然后会员都可以卖在220这附近 好 所以这个地方上来我有减码 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有先高出股票嘛 好 那11月9号讲的这细晶元 当时讲的不管是中美金 核金 台胜科 对不对 这些股票拉涨上来的 那我们是有做环球金 本来就持有的 那我把中美金减码 我也先把环球金除掉 我节目上也有告诉投资朋友 因为这比较高单价 那我认为行情会震荡 比较高价位的股票 我请那个高价的会员先把钱收回来 我要让会员朋友手边的资金比较宽裕一点 所以这也卖掉 做整理 看法我周四也有讲的 那中美金在周五也有稍微做转强 所以这些股票你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有的就来找老师 再来我有预告这个全新 全新有做的 push 这里有卖的 我没有卖最高 但是我当初帮会员设定的目标 就是160以上 那也真的有来到162.5 周五也是稍微转强 那我们从轴马面来看的话 投信这里有布局的 那外资的买卖其实也蛮 蛮稳定的 这边有些融资增加 但目前是赚钱的 那量是缩的 那投信买的这个部位来看的话 就注意一下看看 是不是行情指稳之后 这个全新我们本来就蛮看好 它的产业体产 它体产很多 第三代半导体 网通的WiFi6 低轨卫星 元宇宙 其实都跟它有关系 所以公司我们还是持续的看好它 那还有它的股性的操作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考虑 买回来的标的 筹码面也蛮稳定的 OK 所以这是全新 这是我们有做的动作 所以第一次收看老师节目的 我们现在一个 口令一个动作 手机打直 那聊天室这里的叉叉 先帮我点掉 自家人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好不好 来 叉叉点掉之后 第一次收看还没有订阅 帮我订阅一下 开小铃铛 自家人按赞再看影片好不好 这个帮我up一下好不好 观看人数按赞数多一点好不好 你股票也会up up 你想up的地方都会up好不好 帮我分享影片 LINE FB推特的 有的帮我分享一下 好吗 那 最近跟大家提醒这个 就是11月23号讲的这个 我们经济部统计处的这个 黄处长他讲的 就是有长短料的问题 所以11月12月的接单 电子股可能会往下掉 所以这个营收会慢慢反映在这个 最近我跟大家讲 所以这个会对于 传产股有利 当时外销订单 你看到金属跟化学品 在前面 你看到最近这个股票 他还是没什么涨 但投资朋友 这个就在月代营收发布 或甚至营收发布很好之后 你才会看到市场上认同 你要相信老师的节目 都是领先跟你讲的 你才后面去验证 因为我都是比较领先告诉你 可能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 都用逻辑告诉你的 你看到 苹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 他的iPhone 人家下订单之后 因为拿不到货 拖太久 所以很多人取消订单 所以目前 苹果他有提到 他要下修他的手机的这个 因为晶片的短缺嘛 那这个是不是符合到这个 我第一时间都告诉你 投资朋友 那到12月份 你才看到新闻 那你要特别注意 有接单就有营收 所以金属类跟化学品 化学品就在电池材料这部分 所以这个11月12月整个营收数字出来 你会发现到化学品跟钢铁可能都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认为 刚刚跟你讲的通膨的逻辑 你要往这方向投资 还有从数字面的逻辑也是这样 那如果电子股这些的消息出来 电子股不好的时候 钱又开始往这边走的时候 投资朋友 那你那时候才要追高 可能又慢了 明白吗 所以老师跟你讲你要先布局 指标股看大成钢我有讲 这是在11月23号 缺口没有补相对强 然后整个碳中和的事情 对岸限制产能 产能在低档 库存又很低 这都重复的 虽然股票还没有涨 但我跟大家讲钢铁股在足底 涅价上涨 有利于这个不锈钢 那涅价上涨也跟化学品电池材料有关系 印尼是产业的大国 它也要停止出口 所以不管是不锈钢还是这个电池的部分 逻辑我告诉你 那钢铁大盘我告诉大家 它就在走足底 真正要动可能要站上季线以后了 那我认为就是说 如果你要积极操作的话 这里是足底 你看你要不要布局等待 那你真的要积极加码就是这个地方 11月初的这个地方 这个高点突破之后 那就有机会展开波段涨势 那我周四跟大家讲 大陆那边的碳中和碳 的一些规定下来了 就确定要拼这个减产 所以产能是这样 投资朋友 好那自然 供需法则嘛 只要供给上部来 价格就会维持高档 甚至往上涨的趋势 然后欧盟要推基础建设 周四告诉你的 然后你看到实际中纲的出货数字 不错 当然反应在营收 营收数字已经是不错的 然后因为对岸的房地产的关系嘛 所以这旺季的一个现象 它有延到 提到可能二三月开始会比较好 所以当然目前数字没出来 后来还在走一个足底的状态 但是整个方向逻辑 我都告诉大家 这个会走比较长 你就思考一下碳中和要不要做 而且碳中和要多久才会完成 那电池的成长性也很高 电动车最重要的就是 关键就是在电池 除能现在发展碳中和 全球的绿电储存 都还是要靠这个除能系统 也是靠离电池 所以也是需要化学材料 台达电认为明年的除能的数字是会爆发的 所以就会需要大量的电池 那当然电池的部分就跟材料的部分有关系 对岸的离电池也在调涨 所以台湾的电池股我有跟大家讲 那我跟大家讲完之后 这股票在盘整没有涨 那我相信整个台面上很多的同业 不管是在讲钢铁股的同业 有这个电视的分析师在讲 他的观众的这个力道 跟观看的力道是比老师还要大的 那我想就是反正这种观众 很多人看好自然他就会花时间要整理 就是要花时间整理 既然是趋势 他为什么要这么容易让你赚钱 一定要设法把你震下车或盘整 对不对 让你受不了 赶快去追强势股 所以我是不是在周四跟大家讲 这些股票就是在少停损 融资都开始减 这个是每期吗 你看到在周四这里跌 融资这里 大减非常多 这里追高的融资这里就停损了 所以老师跟大家讲 股票操作你真的不适合用融资 现在的环境不太适合用融资 如果你是看老师的忠实长期的观众 我都告诉你 如果你想用融资 至少我的大数据是多方股票数量高过于空头 行情很稳定 然后又有族群在带 那你用一些融资去增加绩效 OK 那行情明明就是轮动 轮涨 然后又是盘整盘 震荡盘 你用融资就是会被修理 你慢慢去体会我跟你讲的东西 所以你看融资少完停损 这里还故意破这个区间 所以这里融资已经开始少停损 有人去转放空了 那你要等到这个营收数据出来的话 老师朋友 那化工类可能是不错的 钢铁的金属类也是不错的 因为有订单就会有营收 然后你就慢慢等着看 11 12月份的这个钢铁跟化工的营收 都会是不错的 好 那行情指纹来10月16号 开始我准备投资名单 投资朋友有看 这边有个这个Kent的网友说 航运股老师的看法如何 你看我周四影片好不好 我今天没有写航运 我周四都讲很清楚 价位我也有讲 好不好你去看一下 老师11月16号行情指纹 我们开始准备投资名单 而且老师准备投资名单 我都是有限设定产业的 9月18号周六 我就告诉大家 2022年成长比较高的产业 大概会落在这些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相对看好命年有低 对不对 然后这里包括我讲的这个 周四跟你预告的这个记忆体 报价开始上来 我们也在等这个讯号 所以记忆体DDR5 低轨卫星 对不对 然后虚拟世界就是所谓的元宇宙 还有车用的部分 我们为什么会做第三代半导体 周四跟你讲台帝电的新的封装技术 所以其实方向都在这里 从这些方向只要个股转强 符合我们系统 我们就去准备投资名单 因为就算你看好 市场资金很有限 3000多亿只能用轮的 所以毕竟有些要涨要休息 要先换别的涨 所以这个tempo没有这么容易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会员有会员专区 所以我会准备投资名单 10月16号行情一直问来 我当时就跟大家讲 当时的法人会先去回补 什么样的股票 这是财报潜藏利好的股票 我讲复仇者联盟 对不对 季度高度年增 这些股票我大概都有跟你点 点名一些股票 那投资名单我在当时准备给我会员 10月底陆续跟你公开 有哪些 你看电池材料的美琪马 康普 迷你而低的惠特 森达科 所以行情一直问 我马上准备投资名单 那有座的我拿出抠讯 像康普 那美琪马当时没有买 因为我们控制五档股票 那我们有些钱在钢铁股了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我没办法每档都买 那有些会员有空闲资金的 看投资名单买的 所以选进来康普 所以行情一直问 你要有能力立即去选到 接下来真的有机会涨的股票 不要去看新闻乱设费标 你可以跟着我们投资名单 好不好 所以美琪马康普 那后来我们有做一趟 做两趟短线的美琪马 我跟大家讲了 然后当时跟你讲惠特 明年有的180几 涨上来 这里10月底有出的 后来跟大家讲 我们出光了嘛 对不对 然后经过整理 你可以看到惠特 或者在周五大概涨了4.62% 你看他的筹码面 外资几乎是 慢慢买慢慢买 他没有正式拉抬 投信也有买 那最近这个地方 最近开始停顿 那融资开始被洗下车 周五站上月线 而且你要记得老师跟你讲 接下来的强势股 会在这个 领先已经过了 11月29号上周五 上上周五的高点 就是 那个变种病毒大跌那天的高点 你看到他已经站上去了 惠特已经站上去了 OK 所以你自己思考 会员有没有做 我不能跟你讲 好不好 你就自己思考 10月16号 给你点名这个 低轨卫星 我告诉大家 这个比较快上用 2024年 这也是你要关注的 当时跟你讲 尖点37块多吗 现在即便震荡整理 还在41点 40块 41 42这附近了 我没有卖最高 这个我也还没有买回来 因为量都很小 同心店 当时高价会员有做的 到现在到300多块 也还蛮稳定的 那我认为同心店会整理 你要买就先不用那么急 如果你想买同心店的 你可以跟着我们操作 我也一样是看好他 我也想买他 这个我认为会整理 为什么呢 你看到这里 融资开始有少 还蛮不错的 外资也有买 投信这里开始做调节 好 那你看到他已经跌破月线 他其实没有站上去 那我告诉大家 他会陷入整理 因为他没有先去突破什么 上礼拜五的高点这里 所以他是反而是先往下的 这个就会稍微花点时间整理 好那下个进场点 如果你想要做同心店的 你可以跟着我们操作 这个也是有锁定的股票 那当时也告诉你全新 全新当时有做了抠讯 我有提供过了 然后这里卖掉的 这里跟大家讲的 好这都重复的 全新我在8月19号就有预告第三代半导体 当时行情最低迷的时候 我跟你讲第三代半导体 是你的机会 行情最差最差的时候 你就是要做这种产业趋势股 所以当时也有做全新 9月1号拉涨停板 这里出的 我都有讲 对不对 那最近做的我也跟大家讲了 也出了对不对 11月初公开其他的这个 这个名单其他的股票 这个都重复的 我快快讲了 声达科也是当时的选股 智源也当时的选股 这没有买 就只有选而已 因为我没办法买那么多股票 10月底跟你验证其他我有做的股票 当时跟大家讲 先注意嘎空嘛 顺德强貌 汉磊 加金 这加金有做抠讯 这是汉磊当时买进的抠讯 140块这附近的专家证据 涨上来 然后11月2号这里出 170块这附近出 出的还不错 刚好相对高点卖掉 强貌当时105.5买的 然后礼拜一拉涨停板 礼拜二一样出 为什么要出 是因为融资大增 那强貌经过整理之后 这里开始又转强了 你看当时出在这里 运气还蛮不错的 开盘前发的讯息来 开盘就有在这个价格 然后这里拉回来 经过整理之后 你可以看到 融资开始被洗出场 所以不要用融资操作 你融资一大增 为什么当时融资大增 当然我们有听到传言 就是这里有 有有有 有投顾老师call会员去买进 就是买在这个地方 就是买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定会被修理 好不好 你看在这里融资大减停损 你看是不是融资停损之后 融资这里停损之后 开始不会跌 有没有 所以融资现在很多都被当成繁指标 当然有少数主力会用融资 但投资朋友 你只要看到融资在增股票开始跌 那大概就确定了 那会破月线大概就是确定 散户融资被杀停损 那当然市场上都教你破月线要停损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破月线之后来 散户真的停损 然后站上月线之后来 这里融资开始又增加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 人家告诉你的 教你的技术分析 你就会去追高杀低 好吗 投资朋友 但是目前他从马面开始好了 你看 这里投信开始买的 外资这里也开始布取 然后你记得老师刚刚跟你讲 接下来强势股会是什么 率先突破上个星期五的股票 有没有 11月29号高点他已经站上去 有出量 那这里资卷同真 所以资卷同真很有可能在嘎空 所以强茂你也可以去注意 好吗 10月23号讲了这个 顺德先预告了 这会员有买的 151这里买的 后来拉涨停板182 11月4号这里出掉 我们也没有卖最高 我原本我认为到200多块 这里因为特斯拉创办人 马斯克卖股票 所以又整理 但我还是有跟大家讲 这我看好 你现在做股票要做这种 先有突破 7月高点的股票经过整理 我这两个礼拜都跟大家讲 上礼拜六我也跟大家讲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筹码面 这个是投信开始有做 卖出卖一段时间 因为持股比稍微比较高 那可能率先做点结账 但最近投信已经开始没什么卖 那外资几乎都还是有站在买方 融资也轻的差不多 那量缩之后 投资朋友 你看到他的收盘 也是站上上个礼拜五高点的股票 也刚好站上月线 所以这些公司我长期跟大家追踪 我看好的 对不对 有卖我跟大家讲 但是我觉得整理还是机会 这里已经开始打个WD了 所以突破警线应该会有机会来到 我当初设定的200块以上 看法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有顺德你想做顺德的 好 你都可以跟着我们操作 好 帮你做追踪 所以老师的会员服务很单纯 我就两组会员 普通跟特别 抠讯我带五档以内 然后我额外给会员专区 我们准备投资名单 246都会准备 你认同理念要跟上老师操作 我刚刚节目所讲的股票不是推荐股票 你不要跟单操作 推荐股票 我们只会用亨达投股的APP 发送简讯给我的会员 什么价格买 带进或带出 所以如果你资金充裕的 你就跟上我们操作 我们陆续准备投资名单 这是10月底跟你预告 我准备投资名单 复仇者2.0 这里面你有看到元宇宙 对不对 不管是预创还是亚信 或者是其他电动车 这些产业都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我们设定那些产业的股票 元宇宙11月9号 我有跟大家讲 我认为这个会有顺序 物件的顺序 我觉得你还是先找 前面这相关有顺序的股票 像WiFi6 云端 5G的这些的基础设施 没有做好 你元宇宙要整个完成至少要10年的时间 所以有些东西 我跟大家讲行情这个地方 你尽量有数字保护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没有去做宏达店 我们也没有去买位数 但投资朋友 我们宁愿选择比较有数字的 像亚信或预创 选择进来之后 行情表现也是不错 对不对 茂尔达是MOSFI的 我也跟大家讲 他也是从这里 涨了非常的多 威风电子是这个USB4.0 所以就做这些趋势股 投资名单帮大家做准备 那我跟大家报告 明年的产业 跟我们台湾的科技类比较有关系的 高成长 高成长性 不管是能源材料 电池材料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软硬体的服务 媒体娱乐就是元宇宙 半导体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性 所以台湾的科技类明年是没有看了这么糟的 所以我在周四跟大家讲台湾的这个台积电3D的封装技术 封装技术 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整理股票 发现到什么 台积电的相关概念股蛮强的 周四告诉你的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周四的台积电概念股表现都还蛮不错的 这光照 是不是就拉一根涨铃吧 你还有我们之前投资名单像这个樊轩 樊轩也快接近创高 那比较低基期了 你看像这个三四 三四一三的金顶 也开始慢慢转强了 好所以 为什么我有办法 你要去想一下 为什么老师有办法 可以再跟你预告股票 后面不错表现 就像周四跟你讲 你可以开始注意景硕 意思是一样 对不对 我应该没有很吝啬吧 我应该没有很吝啬吧 对不对 我说未来季线嘛 季线就附近就可以找买点 还回撤两次 这里跟你讲行情直问 那跳空涨 投资朋友说什么 光阳科很弱 这个有精英权的事情就比较麻烦 好吗 所以投资朋友 那接下来投资名单呢 现在能做股票真的不多 12月这日期打错了 这今天 我们自己做功课 我周四跟大家讲 我大概看了 大家有九档股票嘛 目前我们真的觉得相对还不错的 可以在正当的时候做进场操作的 大概十档左右 就我刚刚跟你讲过的设定的产业 如果说你想做的 反正我们有准备投资名单 好不好 前面的投资名单你都知道了 所以你在这里如果操作方面 你一样是没有方向的 你只想要看他新闻 你要去乱追的 那你要不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有分析师帮你分析行情 对不对 有工具帮你先掌握这个行情的方向 适不适合操作 怎么做 什么控管 准备投资名单这样子 准备投资名单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我刚刚都跟你做分享了 我认为到12月中之前会偏震荡 震荡你要做强势股 交易会比投资还要多 就是要做一些进跟出的动作 所以什么是强势股 我也跟你分享了 对不对 你至少一个标准 他是要先站上上个礼拜五 上上礼拜五那个长黑黑高点的股票吗 哪些产业哪些的题材 是你现在可以关注的 好我们就选好相关的股票 所以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如果说你想参加投顾分析师的会员 那我强烈建议你 你看到他的节目 一定要有抠讯 抠讯怎么分辨 我跟你讲要有会员组别 要能够提供对时对价 要打上日期 好不好 你可以看到老师的抠讯 一定会有日期 哪一组会员 什么股票 而且一定要看到有买进的抠讯 也要看到有卖出的抠讯 有买有卖才是真的 如果每天买 每天买最后买个跟ETF一样 那什么股票涨都跟他有关系的这种节目 那完全都没有抠讯的 然后用一堆什么LINE的对话的 什么跟什么股票的那种 老师朋友要LINE对话 我LINE对话 我跟很多网友对话都可以 跟我同事对话都可以 好不好 一定要看到抠讯 节目敢开留言版的 也很重要 好吗 所以 希望今天节目 这个忠实观众你们会喜欢 你们会喜欢 那你们有什么样想法 按节目谁要心得也欢迎你在 频道下面留言 给老师鼓励也可以 有什么想法 老师基本上你是正面的 那我都会能够回应就回应你 如果你是来酸来骂的 那我真的也没办法 好不好 我节目应该蛮有诚意的 你认同你应该跟上操作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方向 好不好 希望今天节目对你有帮助 震荡 12月中之前震荡 你要找一些机会 看法没有变 那你认同理念的资金充裕 你就参加 那我们就准备投资名单 就这样子 所以手边个股 我看法一样 是要找买点跟加码机会 那就按照我们的讯号 按照我们讯号 那会员都有收到call讯的 有些股票下礼拜这震荡 我可能也打算要再做加码的动作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你认同理念可以跟上操作啦 就是加LINE询问也可以 填表询问也可以 影片下方都有标题可以填表 来电询问也可以 26538299 26538299 好 所以希望你今天有收获啦 OK 那时间上的关系 大家也可以早点休息 那我们下礼拜一是没有直播的 我们在礼拜二的晚上 再跟大家见面哦 好吧 OK 所以我们下周二见了 OK 谢谢大家了 那音乐结束之后 再来跟这个线上自家人打招呼 好 谢谢各位 祝福您下周操盘顺利 谢谢 拜拜 好 太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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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